不可能 我家主人说 那位前辈拥有不死之身 怎么会死 是被我不小心打死的 庚子 您刚才说什么 那邪魔被你不小心打死了 我当时确实是想杀他的 但我是想用全力杀他 结果我还没蓄力呢 他就死了 一连四季 季季落空 斗阙 你好狠啊 可是从开始到现在 我什么都没做呀 要不然咱们开始第五中期谋 第五中不行的话 第二重也可以啊 你还没说第二重是什么呢 我和你拼了 我死也要见你一身血 一言不合就动手 你是我的对手吗 我要你死 我一定要杀了你 多大仇啊 你不知道我和你多大仇 我爹就是死在你手上的 你爹哪位啊 我爹 叶峰国神武王 他们应该成为真正的王者 都是你 都因为你 他死了 我和你势不两立 神武王 当时搜魂他的时候 记忆里的却有个亲儿子 在无庸心宫 想不到今日竟然在这里碰上 今日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主 主人 没用的东西 对不起 主人 我错了 请您给我一个机会 你是谁 你可以叫我魂魏 其中其谋的幕后之人 原来你就是幕后黑手 不错 包括叶峰国的神武王 还有被你杀的魏百盗 他们都是我的棋子 今日这场针对你的杀局 也是我亲手不下 原本我以为 前三重其谋 就足够杀你了 没想到你竟然连破我四重其谋 我还真是小许你了 接下来三重其谋 我亲自来主持 逗缺 我就不信我杀不了你 后 后枪打得起席 这就是所谓的第五重其谋 陛下 时间到了 不是吧 皇帝陛下 天阳皇国皇帝 鲁郑州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难道说他和这家伙 是一祸的 若是这样的话 这些年来 屠戮百姓 屠成祭天之人 竟然是天阳皇国的皇帝 那可是他的子民呀 陛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切真的是您做的 陛下 一是马上就可以开始 但是现在 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 有人打算阻止一事的进行 谁敢拦我 我便杀谁 就是他 好可怕 光凭杀气 就能做到如此地步 不愧是田阳换过第一高手 这势力已经 潮出独剑警 纠冲的反处了吧 陛下 此人实力非同小可 现在的你 还不是他的对手 您只要扶下这个 定刻斩杀此人 陛下 若不能服用此药 就无法进行一事 这么会是 这家伙难道突破了吗 这不是境界上的突破 但是力量上的确已经超过杜杰境九重了 一个半成屁 就强到如此的不冷 我越来越兴奋了呢 这便是我的第五重奇谋 你来挡挡看啊 陛下 请出手 请出手 战杀此人 一事就可以开始 杀 我若是挨了这一击 怕是至极于命了 从力量上看 不止是超过了杜结镜这么简单而已 它甚至超过了寂灭镜 达到了无量镜 你看到了吗 这才是我真正的奇谋 有本事你正面对抗 别跑啊 这家伙有点麻烦啊 上 正面对抗 你还真是穿啊 陛下的身体力量太大 还无法控制 你如果选择游斗的话 还有一线生机 给我滚 超越杜结镜的存在 不过二 这 这家伙 这怎么可能 你为什要阻碍我 阻碍你什么 我为了复活它 进行了仪式 我就可以复活它了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你为什么要来阻止我 陛下 到这边来 小玉 我马上就要复活你了 为了你 不管什么 我都舍得牺牲 不管是朕的子民 还是朕的江山 只要能复活你 我都舍得 原来是个田狗 为了复活一人 就要牺牲亿万子民的性命 千万生魂的魂主 一万人难出一个的太阴之体 两者结合 便可以成为最强的魂将 小玉 你活了 小玉 你 陛下 想要小玉 独鸟复活 这是最后一步 难道你不想让她复活了吗 只要小玉 能够好好的 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我的第一个魂将 虽然还没有完全完成 但是 也已经有雏形了 接下来 只要再献祭了你们 补权最后的灵魂缺口 它就可以成为完美的魂将了 窦缺 这就是我的第六种奇谋 你来破破看啊 果然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身为一国之君 却残害无数百姓 他的死 罪有应得 可是你 这个耍傻插完的垃圾 更加没品 今天 老子要干死你 谁都留不住 给我杀了他 给我滚回去 这么顽强 别挣扎了 魂将是最完美的战斗力 凭你是杀不死他的 终于碰到能接我一击不死的人了 破尿里邪魔没体验的招式 你就来体验一下吧 震魂骨